听说你要卖房子 我需要钱 需要多少钱 我想办法帮你周转 红杏出奖 红包药酒怎么不出奖呢 我算看明白了 你这就找一不花钱的知识啊 你跟你儿子合着伙着骗我 你们姓展的真缺了大德了 我告诉你 我 我就不干了我 怎么着 小子 您还敢动豆子是吧 扎钱 你行的 我 我就是想 想像方 方欣然一样 当个著 著名主持人 有理想 有追求 合同就在这儿 今天签还是不签 你可要想好了 再说了 我花钱给小女上个别的节目 那也是分分钟的事 给企业拍个宣传片 有没有兴趣 没有 没有看了 反正挣钱的事 就低头苦干就完了 先生 你要接这活啊 既然死号都摆在面前了 这下帽也得吃啊 太好了 三百万十分钟的宣传片 这企业一定是土豪啊 我可告诉你 这真正万能的 可是大同事 能闻能我 会写会射 战地记者出事 战地记者 真的假的 蓝泽你做过战地记者 去围扎特 真的假的 这简直就是传奇故事啊 蓝泽你跟我说说呗 什么事啊那天 啊 哎呀 讲讲嘛 讲讲嘛 快点说 我接上去 不是 这还没吃呢就接 这 哎 这怎么展嘴不爱说这伊拉克的事啊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啊 哎 他为什么一直不敢开车啊 肯定是有故事啊 他既然不想说 咱就别问了 以后再说吧 以后再说吧 有个故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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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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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碰了 带着这个啊 路上吃 还有 一定带着太极货香 行了 别再说美了 太极货香这个企业 可管用了 比如吃多了 什么都不消化啊 路上晕船晕车 就喝两只 您别带着啊 您别带着啊 我们就是去个远郊 不是出大远门好吗 您至于吗 带这么多东西 你管那也 我说什么呢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 带东西怎么了 管你怎么了 我现在退休了 别人我也不管了 我就管你 我不管你 谁管你啊 知道了 知道了 姨妈最好了 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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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这次跟詹斯尔 您去哪儿拍片 拍什么呀 大片 保密 大片 上深城郊区拍去呀 总之就是拍完这个片子 我们公司就有钱了 哎呀 脸里印了好几天 今天放晴了 好兆头啊 詹斯尔 你还信这个 我妈以前常这么说 诚哥 很少听你提醒你妈妈呀 我妈是个特别有趣的人 她的故事可多了呢 以后有空再跟你们说 哎 来来来 我们拍张子拍吧 庆祝我第一次出来 我跟你拍宣传片 来来来 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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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的天啊 杨冰线这边的人都喜气了 多不选拳 玩得还够传统呢 欢迎各位老师 欢迎各位老师 历灵网络员位 这个就是宣传部的屏幕长吧 哎 小天 小天啊 哎 你好 你好 这是我们展总 哦 展总你好 那是我们编导唱歌 哎 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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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啊 请呢 把我们回忆室 给你们准备了 还有水果 还有水果 千万不要客气 我们赶紧演技员 就拍摄方案吧 好好好 到里边我们边找边聊 仔细在里边观察一下 好 先带你们深处看一看 先了解一下 好 听部长 您刚才说 在我看到这份合同之外 贵公司还有一点要求是 是这样的 你看 我们宣传部的这些同事呢 向公司领导请示 在正式拍我们宣传片之前 希望你们能够帮我们试拍一点 我们核心资料的影像 试拍 对 你看 我们公司领导 对这次这个宣传片的拍摄 那是相当地重视 所以才赤重心 试拍这个小环节呢 也是希望这个稳妥起见 好 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试拍没有问题 您 田部长 您刚才说的那个核心素材 是拍什么 那当然是我们当家红人了 哦 你们企业有代言人是吧 哪个明星啊 那就是我们的野生黑猪 拍 拍猪啊 对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能够把我们的黑猪拍得可爱 讨喜 萌萌的 才会让更多的人 喜欢我们的黑猪肉产品 可是刚才您带我们看了生产线 看了那些产品展示 我并没有见到黑猪本人呢 接下来 我将会带你们去五十公里以外的 生态黑猪养殖基地 进猪圈啊 田部长 真的有这个必要 让我们先去拍黑猪吗 对啊 这是我们在会议上决定的 我们领导说了 这次黑猪一定这个素材拍得好 我们才能决定 是不是跟你们一起合作 是这样的 我们从事拍摄专业呢 也十多年了 完成贵公司的要求是没有问题 但是呢 拍猪还是黑猪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吧 你看啊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找你们这样的拍摄团队了 可是以往那些来之前都答应得好好的 可拍出的东西它不是这个效果啊 那您的意思就是 让我们把黑猪拍成妖精 您看啊 你们这样的人呢 清高 不过钱呢 不是那么好挣 你们看看 这么快就是死去了 假装客气的面上 那停不着 你容我们再商量一下吧 商量 客户都已经给你们出了方案了 你们照做就是了 还商量一下 这未免也太不专业了吧 不会CEO来以后骗钱的吧 我也是 哥 董事长 你想到董事长 对 哥 黑猪就黑猪吧 反正咱们已经答应咱们可以失牌了 算了 算了 那可是三百万的大活 就是啊 我错了 别别别 别这么说 我们不适应 我就不应该 带你们到这种地方来 拍那种玩意儿 那是对我们的侮辱 还真是侮辱 好 我知道了 这老金之所以把这活派给我们 根本就不是因为他没时间 对 压根就是他们不想接这活 做个顺水人形 把这坨事扔给我们 想看我们笑话 这老金也太锁了 他不是斩死朋友吗 哥 姐 你帮我盯一会儿啊 我客户过来了 今天有人要看乐柜房那套房 嗯 好 好 走了 姐 你看 这就是客厅 你看 全面四面 落地玻璃 采光特别好 这边是厨房 那边有两个卧室 还有卧室和客厅全部都朝南 您看怎么样 房子不用看了 姐 这还没看您就不满意了 你带几个人过来看过 得有十来个吧 有几个客户有意向签的 目前有两个 不过都是我同事带过来的 他们出多少钱 这样吧 不管他们出多少钱 我都加五万 这套房子我订了 这个展大鹏简直是疯了 啊 好坏不分 我给他介绍工作 他干不顺了 哎 他跟人家闹翻了 钱没挣到 还打电话骂我 哪有这种事情 他怎么就不能骗呢 这不人在这儿吗 对 这先生应该我 展大鹏 我都说了啊 拍什么 我实现并不知道 我是帮你的忙 给你介绍活你就干哪 挣不到钱 别浪漫用我呀 放心 放心 你是关心我呢 还是羞辱我 我哪有时间羞辱你啊 喂 喂 看我面子上 这件事算了吧 刘主任 那我不是 好心被当成驴肝肺了吗 放心 我今天来过去想告诉你 资金的问题 我已经解决了 打今儿往后 我就是再穷 我要了饭 我也要不到你的府上去 说得好 有剩菜剩饭 我胃口 我都不接近那些 没良心的人 放心啊 放心 少说两句 他先放得狠话 老展 是不是资金有困难 一口不动声的样片 再支支开动不了 没有 谢谢主任 我回去以后马上启动 对不起啊 算你醒了 没事 你们继续吧 老展 老展 这个展大棚 就是毛坑里的石头 又丑又硬 总有摔死的一天 哥 怎么样 还顺利吧 这孙子想看我笑吗 我不会让他看 张嫂 气出了吗 气出了就别再想了 什么个子 对 吃了苍蝇就别嚼了 不会有句话呀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但我说了你千万别生气啊 其实拍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把片子拍出来 解决了资金困难 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所以呀 不管是黑猪 白猪啊猪妖啊猪仙什么的 咱们只要拍什么 咱们就忍一忍 再忍一只苍蝇 不是 一只黑猪 你说什么呢 大棚哥还需要你家 我错了 我是猪 没有好事就别说 百分之百好消息 哥 我这边有一个 非常有诚意的买家 人不差钱 就是看中您这条房子了 你看 这部咱们接上来聊一下 行 别来见吧 哥 您再喝杯水 买家马上到 买我的房子 让我等了半个多小时 靠谱不靠谱啊 绝对靠谱 今天啊 咱们双方聊好了 把合同一签 您的第一笔钱 你就拿到了吗 来了 浪费别人的时间 这叫谋财害命 等半个小时喝多少钱 加到房价里 你们把他叫来干什么 他就是满邻房子的客户呀 我就是要买你的房子 不行吗 我没工夫在这儿跟你下场 你要卖房 我要买房 做买卖看的是钱 不是人 真金白银 拿谁都不是拿 你是来搅局的吧 故意把价格抬得那么高 好把我的买家给下过去是吧 我没那么无聊 这房子我是有感情的 合同你好了吗 您好了 我来签字 哥 给你比 你 对了 你那儿不是还有一个 出家第五万的人吗 展大鹏 你不是缺钱才卖房子的吗 五万块钱啊 你是不是有病啊 是 我跟他钱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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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人 走 从此把持开 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 招聘这一关 把我拔了 放心 再也不会招那种 例子当同的义气的 嗯 咱们俩带着谢谢你 筹笔新篇的事 一分 好 签子 一切关心为爱 看你泼我点 丑丑满志的意思 留个经验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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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两天房主来收房了 到时候你住哪儿啊 打不到我叔我爹的 别闹了 就你爷俩那几品理解 住一块还都天天打 我睡这儿行吗 操这个心 崭新的太阳文化 这将是我们开始的地方 霹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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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霹霹哥 来我们三个喝热酒 快快快快快 来呀 展丝儿 来呀来呀 嗨 那展爷你又无聊了吧 啊 发一堆微信 就想串着着给我打电话 谁又无聊了 我想你了 我想跟你聊聊 怎么着 你说你天天窝在家里面啊 不是看电视就玩微信 也不出门都快成老宅男了你啊 我建议你 找点事干了干 我事多着呢 我起床 吃饭 睡觉 晚上再睡觉 再起床再吃饭 忙着呢 哎呀我建议啊你出去活动活动啊 多接触社会 认识点朋友什么的 哎呀 咱们这这 外子就是公园 每天那些老头老太太 天天都在那儿的跳舞啊 唱歌下棋的 我不愿意跟他们一块儿凑 不在一个层次上 没共同缘 哎呦 就你啊 年过花甲的社会 险三十元一个 你还瞧不着人家 哎 你你别看我年过花甲了 但是我这次我感觉我跟你说 哎 正当年 哎呦 正当年 哎 但你也找一个呗 找 找一什么 陈奶奶啊 别干熬啊 太容易熬干了 你说哎 赵多年轻多漂亮的我都不嫌弃 你说你 六十三了吧 硬实竟找个三十六的呀 我也不反对 你甩开了 然后发挥 可劲发挥 滚 我抽你我跟你说 我找 要找三十六的我 怎么了 三十六不小了 我要找我嫌大 我要找我就找二十六的 那席客来了 怎么着你跟你有化妆吗 不不不 你们你们聊 你们聊 我挂了 我挂了 晚上再聊啊 叔叔亲 活活血吧 真是还不错了 没空手来 陆飞呢 怎么了 我跟你说啊 我这人都惯了 别什么人都忘了这儿 你是不是把人家给怎么地了 他一大小伙子 我能把他怎么着 他就不是干这个的料 大眼一看 那就不是省油的灯 人渣一个 爸 你可不能这么说呀 这孩子总的来说是不错 就是疏于管教 你说他哥不在了 咱是不是得帮帮他 我没说不让你帮他 你帮他是为了还人情债 干扰我干什么 我也没欠他们的 再说了 他自己走的 也不是说我没帮他呀 你你先别走 我问你个事 怎么着我听说 你要把你的房子卖了 你想买啊 我可只接受全款啊 你有吗 滚 这方信任来我这儿了 说你要卖房 劝我呢 不让你卖 没用 我已经卖了 不是我以为你闹着玩的 你还真卖了 你说你傻不傻呀你啊 你卖完了你说你你住哪儿啊 你这儿不是挺宽敞的 我跟你说啊 你别打这小院主意 我过几年我没这儿 还找一二十六岁大姑娘呢 这儿没你地儿 是是是 什么意思啊 给我生个小弟弟啊 我我可不生儿子了 生儿子白眼狼啊 我要生啊 我就给你生一小妹妹 给我生一个贴旗小棉毛 我受不了了爸爸 汗就出来了 真的 你行 你真行 牛 我给你撑 我跟大学招聘 进来吧小鬼 小园记者唱歌 又到了返校的时间了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小园里已经很多学生都在了 大家兴高采烈地准备开学的第一天 看了 你都怼到我鼻子尖底下了 我不看也得看了 觉得怎么样啊 有没有点潜质啊 确实还没差到不能忍 你跟你这么说 我实在是太激动了 我给你看这个呢 就是想让你对我有个全面的了解 其实我也是有初见跟主持的经验的 我不是白框你一个主持人来当的 你跟我说这么多 是不是就怕我反悔啊 行 主持人的事你别想了 你刮翔有什么用啊 回去准备一下 我告诉你啊 从专业上到心理上 做好充分的准备 再静捧再运镜 别怪我不给你机会 保证不晕 玩去看看 我快走起 给我盒子 你最近怎么老迷路啊 这儿不是你家 总来这儿干嘛呀 梦游啊 本来想进去出院的 结果临时有事出差了两天 回来的时候 你已经出院了 不过还好 脸没事 这次可太危险了 以后到我这边来 离我近 照顾你方便些 我有手有脚地 过得很好用不着照顾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 跟着展大鹏混不出来的 你可以抬高自己 请不要贬低展大鹏 他很棒 他做出过身成人那样的金牌节目 虽然他现在遇到点困境 但是我愿意在他身边扎实地学东西 离开樊欣然 他自身都难保 你跟他学什么 像他这种传媒界的老炮 已经被时代淘汰了 能有什么发展 不好意思啊 何总 老炮要发力了 又是你啊 嗯 天天缠着唱歌 你们公司 就是这么关心员工的吗 他是来跟我一起庆祝的 怎么的 一块儿喝一杯 不好意思啊 国产酒我没有兴趣 而且 我也想不出来 你们有什么可值得庆祝的 何总 您是不知道吧 我们《太阳文化》 有一档崭新的节目 即将横空出世 我们小唱歌 是编导儿演示主持人 我知道 就是那档 一口不同声 对 对 我们会一鸣惊人的 嗯 猥琐发育 别浪 可总 我刚收到消息 陈大鹏确实卖了他名下的 唯一套房子 《太阳文化》已经办到了 新的地址 正准备招并买马 拍摄一口不同声的样片 所以 有钱有人就行了吗 他也可能做不成 真的吗 能被大叔答应了 嗯 今天 你就将开启 与深城著名女主持人同居的生物 兴奋吗 好兴奋 表情当兴奋 你不要不要了 还不 感谢天 感谢地 感谢新鲜TV 感谢各种 美美美美啊 今天喝白酒啊 江小白名字萌萌的 长得好可爱啊 你没喝过 这酒特别好 强烈推荐 不上头 美女 稍等会儿啊 你别先自己喝呀 我还点了外卖呢 等会儿 差不多应该到了 我去看一点啊 没有什么外卖 这么短 外卖到了 陈萌 没有啊 听说有饭局 我这两手空空带着嘴来了 欢迎吗 你来了今夜就太完美了 美美大叔谢谢你啊 给我们尝对个机会 我也是心太软 冒那么大的风险 我不知道值不值 我应该再坚持坚持 你来不是要反悔吧 逗你的 美美大叔你放心吧 我们唱歌以后 肯定比放心人还要红 还嫌不红啊 没事儿 拿着个辣椒水刷 刷 一刷我就不 杰萌 平时你请我吃面 今天我请你吃火锅 还有白酒你还喝的 走吧 来 愿十年后我还给你倒酒 愿十年后我们还是老友 老畅 我离做中国奥普拉的梦想更进一步了 我们展大鹏 展孙 虽然人长得丑脾气臭 说话臭 关键有些点陈旧 但是还算是慧眼识珠 我一定会好好把握这次机会的 保佑我老畅 我 我们大家商量了一下 想把第一期的烦人奇葩谈 最终上线定在周六晚上的八点 好 周亮 通知相关部门一定要全力以赴 做好这次节目上线的相关工作 明白 而且我希望 在未来上线的倒计时十天内 做一个系列的倒计时宣传短视频 方姐 方姐 方新人 行 方姐 找人哪 方总 方总 我已经说你们在开重要的会议 可是这个人非要闯进来 我们是在开会 请你等我出来 我跟你出什么 我找方新人 我出什么 这是方总的朋友 认识 陆飞 你去我办公室等我一下 爷爷姐 你那不有座儿吗 我就坐那儿等你 你忙你们的啊 官爷没急事我能等啊 嗯 不好意思啊 大家先休息五分钟 你跟我来 也行 你忙着啊 休息一遍啊 走啊 我 这大办公室太气派了啊 看电视剧似的 你找我有什么事 姐 我找你还弄什么事啊 工作的事呗 姐 你说这么多天了 打你电话你也不接 发信息你也不回 帮我联系得怎么样了 我这儿挺着急的 我这儿 恐怕没有适合你的工作 别逗了姐 我干什么工作都行 只要工资别太低 我这儿不挑 方姐 需要帮忙吗 没事 你先出去吧 哎呦 这哥 一看文质彬彬的 一表人才啊 一看就是我姐的 得力干将嘛 你手里不缺人吗 我叫陆飞 方姐的地点 懂网络 能开车 还会点拳脚功夫 要不我跟着你干的了 陆飞别闹了 我这儿忙着呢 你的忙我帮不上 以后别再来了 你什么意思呀 方姐 你说你都混得这地位了 你对我这故人 不管不问 见死不救不合适吧 谁是你故人 你是不是属狗皮膏药的 对 我还就是属狗皮膏药的 我认准你了 我就贴上你了 反正我不管 你要是不管我 我就成天出去跟人说去 我说哎呦 方欣然 心狠手辣 见死不救我 打我 骂我 把我从那儿赶出去 反正我就这么说 何总 这位是方总弟弟 哦 不是 是啊 怎么不是啊 一天交接 终生为节 只不过不是亲生的吧 展大鹏把我哥害死了 我跟他必须势不了力 谁让你混得比他好呢 我就认定你了 但是我好好干啊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这小子挺有意思啊 何总 你别管 你先开会吧 我一会儿就来 别啊 怎么说人家也是 叫你一声劫的人 遇着困难怎么能不管呢 哎哎哎哎 赵平啊 你会让他跟着你 有什么跑跑颠颠的活 都让他跟着干 这 这 何总 我们团队可都是精英枪枪 一个塞一个的 这 这小子靠谱啊 放心 有我方姐跟这儿拖着呢 我就是靠谱 本人 陆飞你够了 何总 真的不用 何 何总是吧 何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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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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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总 何总 你好 你好 谢谢你给了我一份 保费的工作 让我不用天天 跟大街上那儿瞎混了 你就我再生父母啊 你看啊 这个 我跟姐这关系 加上我这自身条件 这每个月工资低于 一万块钱不合适吧 你的事问周亮 行了 别有一点小事影响心情 继续开会吧 走了 何总 再见啊 何总 哥 以后你就我顶头上司了啊 你说 让我干点什么 我现在就能开始 放姐 这 这不搞笑呢吗 先这样吧 先这样吧 对她严格点 有错就罚 尽快让她走人 好 叔爸 叔爸 小菲呢 她不是去你爸那儿吗 活着 回来 你总不在我爸那儿学手艺了 我学个屁手艺 你跟你爸就是合着火的蒙我 张大鹏 你别一天觉得自己跟上帝似的 天天动不动就拯救我 你要真牛逼 就像害死我哥那样 把我也给弄死 别胡说 小菲 你要不敢 你别他妈管我 我在你哥那儿 我没有办法拟捕 在你这儿 我择护旁贷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找个工作 在小麦网上班 风光得很 你以后别管我 咱俩不是一路人 孩子你别听他胡说 他哪有能力找工作 好 我马上过去 鲁马 我还有点事 所以啊 台里的建议是 不要永长哥 初任 你把我叫来 就为这事啊 我知道你好不容易 解决资金困难的问题 所以我必须及时 把这个建议转达给你 不是 前一段时间 你不还极力地 让我永长哥吗 是啊 但是现在台里换新领导啊 就有新下榜了 让我们做事稳健一点 所以这个样片的主持人 你必须换一个成熟一点的 要不你在我们台里挑一个 你们台里那几块料 它不是我需要的菜吗 这个我也知道 可是这个 主任 问题是呢 我已经答应这孩子了 我不能对手下出尔反尔了 那怎么办 就这么僵了 样全露露 这还这样主任 你能不能再争取争取 你看啊 这孩子啊 一直在用心的准备 他的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 老长 老长 我理解你的想法 但是这台里的想问题的角度 和你我是不一样的 我在台里也帮你们争取过 但是谁让咱人为言情影响力有限呢 行行行 你又谦虚 我跟你谦虚什么 老长 你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权衡一下利弊 你俩嘀咕什么呢 你该干都不干 门口应聘的都排成队了 怎么着 让我一个人去面试去 我劝成哥来着 权衡 我都知道了 你能为了我跟台里领导聚以力争 我真的很感动 你嘴怎么那么快啊 不是让你保密吗 跑来着 我让他别说他 他没保处 权衡 虽然我很想当一口不同声的主持人 可是我不希望因为我 耽误了我们节目制作 要不然就 你什么意思啊 你跟我玩高风量节啊 不 我不敢不敢 我是想说 你能不能跟台里妥协一下 不要因为这个主持人人选的事情 那拖黄了咱们这个节目 那不就音响失大了吗 你还挺懂事的 现在不是用不用你的问题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是我跟台里 在这个栏目上 主控权的争夺问题 这么严重啊 怎么让你别吵了 行了 我说用你 就一定用你 你就好好准备吧 剩下的交给我 有这样的领导夫夫何求啊 我一定会效忠你一辈子的 我这个小心脏 我这个小心脏 别那么肉麻香了 真的 心脏 不是应该在这儿吗 我愿意 你跟着你 你跟他也可以在这儿吗 我愿意 看这儿 可以 挺有趣 我愿意 挺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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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两千万 把这个消息给我放出去 明天一早 我要深层所有的媒体都知道 小麦网新做的节目 放了卫星 好 姐 姐 下回录节目一定带着我呗 我给你上台电话吧 保证出彩 我准备染个绿色的怎么样 好看不 绿色 陆夫人别闹了啊 我姐 没事 方姐 不是 你该干嘛干嘛去 干嘛 小姐会 走走走 好 祝贺你啊 好不对 是我们 哥哥 都在转 那行为你看见了吗 哪个 就是那小卖网 那个节目顶级率那事 没看 没看 还是你不想看呀 滚 我是 这事啊 应该没问题吧 好 好 唱歌 来一下 跟我去趟电视台 开会啊 我做个准备 录节目 刚才台里来电话 让你参加一个栏目 当女嘉宾 做女嘉宾 我不擅长 你擅长男嘉宾呐 擅长要上 不擅长也得上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啊 你不是一直想当主持人吗 你不是一直想当主持人吗 这关必须过 这个呢 不是我的要求 这是电视台来的命令 你不是一直想当一口不通声的主持人吗 你得让人看一看你上镜是什么效果 什么节目啊 说是挺火的一个交友节目 交友 就就就就就是那种介绍顿上那种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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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烫着了 你难道不是未婚吗 你难道是单身主义吗 你难道喜欢的人不是男的吗 这不就完了吗 这样吧 皮卡松你过去 到那儿捣湿捣湿泡泡妆 去吧 可是来得也太突然了 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我告诉你啊 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机遇 缺的就是看清机遇的眼光 和抓住机遇的勇气 今天录制现场 台领导都坐在那儿啊 在这个时候 要么你就冲上去 要么就滚下来 懂 哥 怎么样 看看 造型一座 咱们唱歌是不是美得 飙飙飙的了 还行吧 还行 还行 我为了臭美都穿成这样了 你竟然是说还行 一会儿上去以后 激烈点 你给我支点几句呗 人家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 当然了也不能光问你什么 你就答什么 跟个木头似的戳在那儿 激烈 不是 不是 什么话都让你给说了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吗 我让你帮我临着魔墙你倒好 你这不是把我给整盟圈了吗 行 你记住了啊 当人家问你的时候 你答不上来了 怎么办 微笑 微笑 你那是僵尸笑 你不能自然一点吗 微笑 这个女孩子 尤其是漂亮的女孩子 得多微笑 你终于成了我漂亮了 你省省心行吗 魅力 我让你展示魅力 魅力 如果我有的话 魅力 你有的是 十三号唱歌 准备好了吗 赶紧上场 稳住 我们能赢 继续 臭吧